34岁对于超剧来讲是个分水岭,绝大多数超剧在34岁后状态直显消滑,有身体机能下降的原因,也有伤病的原因,很多球员们在34岁之后就很难再修获荣誉。 在这个年纪之后依然能保持高水准的往往是那时,斯托柯顿这种身体不出众,但是打球很聪明的地板流。 新世纪的三大外战超出科比詹姆斯维德在34岁之右中有些什么呢? 科比34岁所属赛季,2012-2013赛季荣誉。 5次总冠军,2次FMVP,1次MVP,15次全民,新2次德奔王,11次一阵,9次一防34岁的时候科比已经在联盟,打了17年。 科比一直是NBA的人气担当,当年他还是胡云替鼓的时候,却被选为全明星首发,总冠军,MVP,得分王。 他所有的荣誉加起来,甚至不需96年所有球员的荣誉,即便在封竹成您37岁以及大商的35、36岁,他都以超高的得票,数毫无悬念的入选全明星首发。 而他疯狂的得分能力,创造了81分神技,超人的求胜欲使他在2比3落后绿军的情况下至至此第二后中完成命转拿下总冠军。 巅峰科比只存在于34岁之前,其实以科比的身体素质,他在37岁之前甚至40岁之前都可以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,但是一切都毁于那次跟剑锻炼。 2012-2013赛季,科比整个赛季拿下场均27加6加6的MVP级别数据,但胡云全对上下军心患散,魔兽心中只有快乐篮球。 加索尔那时受伤并困扰有心无力,科比陷入了前几年的单核状态,他用自己34岁的身体,打出了今年来最高的46%命中率。 其中后仰跳投命中率是可怕的62.5%,这种绕态的科比随便放在哪个队都能带进总决赛。 但是当时的胡人实在太烂了,随着科比的伤退,所谓的豪门失去了最后一块周修布。 詹姆斯34岁所属赛季,2018-2019赛季荣誉。 三次总冠冠三次FMVP四次MVP十四次拳,明星一次得分王十二次一阵五次一防詹姆斯,是联盟近几年来当之无愧的第一人。 他在15年前以天之骄子的身份进入联盟,他与科比不同,科比是从底层爬起,而他在第一个赛季就站在了聚光灯下。 他在热播提示两队都有着统治级别的表现,拥有詹姆斯级等于进入了总决赛,即便散转两队,他也能连续八年进入总决赛。 可怕的是,詹姆斯的巅峰期,似乎还有很长一段时间,这都得意他堪称历史第一的身体素质,他每年要花费150万美元保养身体。 作为运动员他的饮食也是相当严格,在上个赛季,他和科比一样陷入了困境,球队所有人都不可靠。 不过好看詹姆斯有强大的身体支撑,没有像科比那样倒下,但是詹姆斯经历了生涯最艰难的一次季后赛之旅,他甚至差点走不出首轮,冬决也是此理,逃胜,总决赛,由于眼球受伤。 詹姆斯在后集成,一直没有第一场的状态,零比斯输得干脆,詹姆斯新赛季远无人完成签约,他似乎还可以在联盟第一人的位置上做很久。 维德34岁所属赛季,2015到2016赛季荣誉,三次总冠军一次FMVP,12次全明星两次一,詹维德并不是高中生清秀,在他34岁时,他在联盟打了13年,但他是这三人中最快拿到总决赛MVP的。 2006年他率领热货在零比二的年镜中翻盘,魏德一次次冲进内线,用自己的身体换来了一次次罚球,他的打拔暴力十足,这也为他带来了伤病隐患,他的双膝早早失智了半月板,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闪电侠。 16赛季的维德可以说焕发了生涯第二春,上一个赛季球队还在詹姆斯离队的阴影中痛失静后赛斯格,新赛季却以东部第三号种子的身份打进了第二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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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